曾经耗时39年动用了72万人修建的秦始皇陵到底有多震撼呢别眨眼 接下来我们通过三地复原图一起穿越回2000多年前一起亲身体验这座奢华无比的地下宫殿 随着牧师大门的黄缓打开 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排排肃穆庄严手持长歌色彩艳丽的兵马俑守卫在秦始皇地宫的周围 紧接着穿过一条幽暗的木道 木道两旁则点燃着千年不灭的人鱼油灯 然后打开地宫中心的大门 便来到了秦始皇的中央大殿 总委的兵马俑门神守卫在殿前以阻止一切盗墓贼的闯入 而中间则摆满了无数精美的陪葬品 这里完全体现着秦始皇是死如是生的理智 而在司马迁的史迹中也曾描绘过 秦始皇陵里面埋葬着无数奇珍异宝 而且在整座地宫的周围还矗立着各种各样的楼阁 而每座楼阁都是由一条过道相连在一起的 而顶部则是由上百颗宝石所镶嵌的日月星辰蔚蓝而又璀璨 下面更是由水银所修饰的江河湖泊贯穿着整座地宫 而沿着台阶往上走就是摆放秦始皇光果的中心踏垫 据说这口光果整体都是由黄金打造而成的 而且这里的所有摆设都是当年秦始皇命理斯设计的地下版的秦朝版图 放眼望去整座地宫灯火通明 完全展现出了古代帝王的庄严与宿木 而秦始皇则默默地躺在光果里继续统治着他的地下王朝 此时沿着木道口而出 便来到了一条布满机关暗器的通道 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盗墓贼都曾与他进行过殊死搏斗 但都未成功过 甚至连地宫的大门都没找到 当年秦始皇在统一了天下后 并没有选择沉闷于奢靡的生活 而是一心致力于立国立民的大使 先是动用了三十万劳工修建了万里长城 这也有效地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问题 让全国百姓都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次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能直通全国的秦始岛 可以说是古代最早的高速公路 这也使得全国各地民众相互交流起来更加便利 同时还能在边境战斗时迅速增援 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 但这条由秦始皇亲自命令修建的秦始到至今都坚固耐用 现在仍然可以通行 且道路依然平整寸草不少 由此可见古代的工程质量到底有多扎实 虽然两千多年以来秦始皇一直被贴着暴君的标签 但也唯独只有他能在整个春秋战博的动荡年代中 独自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也只有他秦始皇一人 但愿这位伟大的帝王可以永远地伴随着华夏大帝长眠于地宫中 不被任何人所打扰